我能理解啊 因為惡靈種了一種葡萄叫金香葡萄 金香釀酒葡萄 就是家家戶戶大概都是金香釀酒葡萄 葡萄那種是叫做契作 跟那個煙酒公麥菌 那時候叫煙酒公麥菌 契作 就像我種煙葉也是一樣器重 那麼它有一個很特殊的規定 如果你今年種的葡萄賣給我一百萬 你必須用其中的三成就是三十萬 購買我煙酒葡萄的產品 那時候的規定 你想想看一百萬我要買三十萬 你會戳那麼多煙嗎 不會 所以就大部分都是滿酒 所以家家戶戶戶呢 床底下啦地下室都是一堆酒 所以我走到哪裡都被灌 所以我一直追問才知道說這個不合理的規定 那我就開始報道這個不合理規定 剛開始在地方版 大家 報道的也有燈的 可是沒有影響力 地方版的中央官員看不到 一直到報警解放以後 報警解放以後 百面真大 我們的長官說 你以前報道過這個還不錯喔 你再去補拍一個很多久的照片 我們來把它放到前國版 結果放到前國版以後 那一年的過年 政府就偷偷宣布了 從此取消這個規定 也就是說不管你幫我種煙葉 不管你幫我種葡萄 不管你幫我種高粱 或者什麼 就是我不再飛你在百分之三十買回去 就是一個記者 可能造成改變 你要自己多用點心 你隨時照樣改變 但我不能說因為他看了我 看了我的報道而決定感 我只是說我在這個過程 我參與了 我促成了 只能這樣自己自我安慰 覺得好像做很多事情 就是造成了一些改變 地方記者 你說喝酒沒有心目嗎 他也是喝酒得到的心目 那麼後來被調到 彰化縣的跑縣政府 縣政府還包括 包括黨政 有的時候就是 密碼 那一年也是老二要出生的 那因為我跟那個 彰化縣有個後來參選立委的 叫做你們有沒有彰化人 又叫陳永元 他在彰化開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婦產科 那原先就因為 他太慘一點就認識 因為彰化有名的婦產科就是他嘛 就出去 後來那一年他要選立委 選立委當然 他還有另外一個對手 國民黨提名的叫做陳陽德 也是大學教授 一個是婦產科醫生 一個大學教授 他們主要在爭那個形象票 有一天我在彰化呢 就訪問了陳陽德 陳陽德以後 他在暗期他買票 暗期這個陳永元元買票 我就又騎著我太太的達克達 啪啪啪啪啪啪 騎到陳永元元那邊去 他的進展辦事處 他在濱臨那個台一線 就在路邊的齊樓 停好車進去裡面 哇鬧成一團 怎麼又有單架出來 上面蓋著人 我也沒仔細看 我以為有人昏倒了 裡面有人昏倒 然後經濟又在那邊打氣 沒有人離我 後來隔了幾分鐘 或者甚至十分鐘 再問仔細 原來是他被打到了 他找我大概五到十分鐘 停他的車回來 停到齊樓的時候 偏引你往那個很有名的黑道 偏引你往 恐嚇他好幾次 他都不給錢 所以拿著衝鋒槍 再整到台一線 對著他的齊樓掃車 各位我在講的意思說 如果我找到五到十分鐘 我就 我在那邊打個打就在齊樓 坐在那裡 就也跟著掛了 簡單講 那五到十分鐘 就是會接力去吧 後來他就被打到了送醫院 後來就半身不隨吧 但是他當檢查 高票當檢查 因為被打到了 然後他落選了 他就沒辦法 那為了那件事情 聯合報又覺得 這個記者實在蠻不錯的 因為我第一個到 他以為我消息很大 他以為我消息很大 怎麼這個人中槍 然後我就馬上到現場採訪 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在那個年代 怎麼會那麼巧 到十分鐘之內 我已經到達現場 警察都還沒到 可是我沒有講 在前面這段段 我講的話 人家為我探遷機對不對 就是我真的 真的到了現場 然後後來 聯合報有一次 在中部就開那個採訪杯 那時候開始有大哥大 那個汽車型的大哥大 很大一個杯子 那中部的 整個中部的 台中特派員 他們就站起來說 這個呢 現在已經開始有這種 汽車電話了 我們每一個縣市 應該都要有一兩台 採訪的時候比較有用 就是台北的聯合報的長官 沒有站起來 他說 這個嘛 是有需要的 就是我們記者的通信力氣 我們敬衛引擎就會那個 可是呢 如果你們每個人 都像李克強這麼認真 還是要行動電話 幫我想成那個 很厲害的那個記者 可是我剛剛講的 沒有延遲 我真的是從前面 打過去 所以聯合報就 反正就很喜歡我 就是我立了大功嘛 又把雞蛋的行李拿到了 又這麼認真跑去 然後那一年 民國七十九年 七十八年級啊 大概民主憲制長 他們跑了一堆 抗血的一些民進黨的 例為 招貌的周親 臺北的郵親 等等 都是民進黨籍的 大概有五到六個吧 民進黨籍的 還有家務黨籍的 大概有七個 他們組一個民主縣市長 他們對台灣是有一些貢獻 譬如說 他們一個抗爭比較激電 就是頭修惡移 各位不曉得 你們講 他們主政的縣市 就實施頭修惡移 那國民黨一直抗爭一直抗爭 到最後國民黨實施的比較徹底 國民黨後來 就當所有的公務員員就做修惡移 他們那時候還被逼到 隔座休憶日 隔座休憶天 那時候在聯合報 聯合報基本上是一個 親國民黨的報紙 我簡單講 現在我們講四種顏色 紅黃藍綠 紅色的 各位也許不同意 但是 紅色大概都被描述成 中國時報 現在 它比較立場 比較請中國 會同情中國 黃呢 比較不公平 對的是 中國禮報 這是 這是既定印象 就是說 他出到台灣的時候 他比較不節制 對於情色類的新聞 或者是這個 兇殺案 或者社會新聞裡面 情色的部分 特別把它先來打 藍就是指 原合報 綠呢 當然只有十八 紅黃藍綠 大概就是 描述現在的部分 在聯合跟宗宿的競爭裡面 他們早期都說他們的老闆是暴人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暴人 在那個聯合報 他是 這個王提武先生 他是 曾經是蔣公正的市衛長 那 李金鐘 中國時報李金鐘先生 他是屬於 中統 那個代曆是屬於金統 中統其實就是 陳提夫卻國 這個系統 陳家蘇提夫 這講起來是陳其美 早期陳其美 就是等於是 蔣東正的解敗大哥 那陳其美死的時候 把他兩個姿子 一個陳立夫 陳果 拜託 蔣東正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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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期宗室 中統說實 簡單講講的情報員 這樣的背景 你說聯合宗室 他怎麼會不聽國民黨的 蔣東正一句話 蔣家一句話 就是不要講話他們也要去靠過去的 就簡單講的這樣 所以在那個年代我要解釋的是 我為什麼會被調到台北先來 那個年代 尤青在台北先當選 當選了他的票很高 然後民意調查他每次都在前面 就像現在都有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他第二名 每次都在前面 那聯合報就開了一個會 就是我事後知道的 聯合報開了一個會 他說這個張華這個李克強啊 很會修理民進黨喔 你看周興奕被他寫的都 每次民調在後面 他們開了會就把我調到台北先來 意思就是沒有跟我講過 但是意思就是希望我 我的報導會讓 柳欣益的民意下降 講到這個我先講我跟那個 周興奕的關係 周興奕在還沒有當選之前 我們就跟他很熟 其實他們夫妻兩個 常常邀我去他的縣長公館 一起吃早餐 吃完早餐了 現在我們在這邊縣長公館 我們三個人走進縣陣 大家都指指點點 後來我要被調走的時候 周興奕跟他先生還加入 還希望我會下來 可是他沒有講薪水多少 我那時候還在還債 那也沒開口說薪水多少 所以我就調到台北 所以我跟他們家其實是很好 那我不是因為我跟他好 就會寫他很好 所以聯合報我 照常的寫他的東西 照常寫他的 評論他的施政 所以 報社誤會說 我是專門修飲林地盤 其實我還蠻同情林地盤 結果他就把我調到台北 可是到了台北 我跟那個 劉慶也是很好 劉慶到後來 每次是到我愛喝酒 請我去喝個咖啡的時候 到他縣長一次 都會幫我加咖啡裡面 加個威士忌 會跟我討論什麼 有一年到過年 在家寫東西 過年送我 只有影哲如其名 這個 罪惡什麼 前面一記是什麼 罪惡殺場其莫消 還是什麼 就是類似這樣的 他 因為我常常評論他 所以 他的民調真的在第二名 變成倒數第二名 因為我 對我來講 你雖然朋友 或者是政治人物 我要講的就是我們當機者 永遠是站在政府的對立 政府做再好的事情 都不需要給他鼓勵 不需要給他鼓勵 他應該做好的 但是他做一件事情 你就要從一開始他先不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要盯著他 抓住他所有的毛病 希望求得盡善性 太多這個 可以挑的老婆 簡單來講 每次他有個政策 我就就情、理、法 這三個層次來分析 很容易就進去 你做這個 譬如說你要都市分析 我支持你啊 可是你要拆掉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裡面有故事有什麼 這個情的部分 道理的部分 你點壓應該補償這樣夠不夠啊 最後才談法 立法你可以這樣執行嗎 法力有一個不作用的地方 就情、理、法 大概你要評論一個事情 大概從這三個層次去評論 大概就沒有問題 所以在一次一次的 憲政的問題以後 他的民調果然倒數第二 有一天 他請我們聯合報的聖長 就是後來寫黑白集的 叫張作景 沒有名 最近出了個誰收民主光 他是一個外省人 可是他是一個很 我覺得蠻有功夫的知識分子 他在寧國 大概差不多在那一年 1992年 就是寧國81年 那時候我也在台北縣 他當聯合報的社長 劉青先生請聯合報指派 我們那個張作景先生來 那我也當然做給 因為我在報他的行為 劉青也沒有告終 他只是跟那個張作景說 喔你們這個理科講很會寫 天天寫很多 意思就是我天天在罵他 然後這個 我講這個張作景 飄過來講 他在那一年 他其實就講了 連續講了兩次 大概第二次是2000年左右 第一次是1992年 他在演進雜誌發表 請外省人 退出台灣政壇 他已經看出來 就是外省人佔領的 政治資源太多了 我寧長是跟誰 他是外省人 但是他是聯合報的 黑白集的 這個主稿人 魂筆人的建議 然後他又是社長 聯合報的社長 聯合報又是這麼輕男的媒體 在那個年代他就主張 外省人推出台灣政壇 讓台灣人 重新掌握政權 然後經過 經過一貫沉澱以後 到現在他還是主張 跟我主張一樣 他雖然主張是統 我主張是敵 可是我覺得 我可以接受公民投票的建議 他也是希望公民投票的建議 他可以接受 如果最後有機會公民投票 統或者讀 結果我們都會接受 我今天先到這裡 周邊休息一下